哈喽啊大家好 我晚上呢要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 所以一会儿要准备化一个妆 那现在就是化妆之前进行湿敷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一会儿在上妆的时候 不那么容易卡粉 我一般这样会先敷个五分钟的样子 我现在已经湿敷完了 然后我在上妆之前会再抹一个 让皮肤更滋润的一个面霜 然后就是上粉底 夏天我一般就上一层比较薄的 因为我不太爱擦防晒 所以其实应该在擦完刚刚那个面霜之后 大家可以选择在上一层防晒和隔离 然后就用这个面霜上一层 把这个护匀一下 大家拍的时候可以就多拍一会儿 这样能把多余的那个粉底给吸进去 就不会那么的厚重看 而且也不会那么容易卡粉 然后薄薄的上一层散粉 因为我是习惯上完散粉之后再遮瑕 而且我遮瑕是会留到就是快出门的时候我才会遮 应该就是脱妆不会弄那么快 然后开始画眼影 我今天画的 就我平时画的其实妆都挺淡的 就不会那么的重 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一盘跟这一盘眼影 一般都不用这个颜色打底色 这个是摔的 这个我平时用的最多就是打底色 然后现在已经用铁皮了 然后把稍微带一点的刷子 均匀的在眼皮上铺开 其实没啥技巧就是铺这个底色 就是大面直接均匀的铺开就好 因为把颜色也比较淡 一般就先淡淡的铺一层 拿一把稍微小一点点的刷子 一般会上 这个盘是会比较偏粉一点 我用这个颜色和这两个颜色会多一点 一般会叠起来用 就先上这个 然后加上这个 逗一下 不然那个有点太阳 这也没啥提醒 这个就是比刚刚那个打底色铺的面积 稍微小一点 就在刷眼皮这个褶 褶皱这儿 然后再往上画 都画一点点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就偏粉嫩一点点的妆 所以我平时就是画这几个颜色 会多一些 然后 下眼影呢就随便全一个颜色 我一般还是这个颜色 一点点 就戴一下 我这妆其实十分钟都能搞定 很快 然后我会戴眼尾 再稍微加深一点点 可能有时候会用到 就是这一盘的 这个颜色 就加深在后面 同样的颜色就是 把下面给戴一下 如果有大刷子的话 其实可以再整体蕴染一下 但我觉得我整体颜色都比较淡 所以我一般就不会蕴 然后就是这个睫毛 睫毛我用的是 Succo的这个睫毛夹 是我用了这么多睫毛夹眼 我觉得就适合我的一款 因为每个人的眼型 都不太一样嘛 我是觉得这个 还有直层秀的一个 是比较适合我的 Fry睫毛 其实我觉得选一 选到了就是 比较适合自己的睫毛夹之后 就不太需要用那种 特别多的技巧 就新鲸一夹 就比较翘了 就贴合自己的眼型 稍微往身上抬一下 比较不太容易 它的睫毛就差不多就这样 也别加太 加太很容易 那个睫毛变成90度 也不少看 一般加个两三遍吧 比较容易定型 这是还没上睫毛膏呢 就还蛮翘的 然后我平时 用的最多的一款睫毛膏 就是 这个也是在组里 然后化妆老师给我推荐的 我就觉得特别的好用 我之前还用的很多的一款 是Kiss Me的睫毛膏 这款好像叫艾杜莎 然后就薄薄地刷一个 这其实应该算睫毛打底 但是我觉得这个睫毛打底就很好 我不会在那边上 琴台的东西 也可以上那个睫毛定型 从根部顺着它往上刷 能看到吗 然后 因为我下睫毛比较少 但是我还是会刷 就是因为少 所以 希望看得够 就 睫毛就刷好了 我画不画眼线取决于 我当天 是不是要拍物料 就是视频会比较吞妆容嘛 所以我会让自己的妆 再稍微重一点 但是今天就出去吃个饭 所以我就会不画了 其实我本质眉毛 是不太需要画的 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不得 就我不太挑眉笔 因为我觉得用啥都行 只要是能够给我 带一个这种刷头的 就把眉毛整理一下 然后我有的时候习惯 把眉毛稍微 填一下 不错 稍微画出来 一丢丢 不都 好了 我就补一下后面 这个 我现在好像很便宜 就是 明创优品十几块钱吧 还挺好用的 然后就是 修容 修容应该很快 就拿一把这种斜角刷 我用的最多就是这个 但其实 就轻轻 扫一下 然后 就这儿 刷一下 我脸比较肉的时候 有段时间它会刷这儿 瘦的时候就不用了 因为瘦的时候 这会凹进去 然后就是在混 在混用的最多的是这块 它里面是这种 淡淡的粉色 这个就很日常 完全不会就是说 显得重啊什么的 我以前化妆是不化 彩虹的 后来发现 化点三红会显得更远气 然后就单单 就从眷顾这儿 换下来 然后 如果想稍微 三红的重颜 会再叠加一个整颜色 这个也是在 拍截紧之后的时候 我 当时用最多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会比较显重 稍微来一点点就好了 搞定 很快 其实十分钟已经搞定 然后就剩一个 口红了 用的最多的就是 这两个颜色 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里 也有出现过 就是真的用了很久 这个图上就是那种淡淡的粉 就是会很日常 然后 这一款颜色呢 就是 它看着比较深 但是实际上是会 很挺细色的 也是那种 很日常 很淡 而且这个滋润的效果 会更加好一点 这也可以两个跌度 就那种 像水蜜桃一样 很嫩的颜色 就像水蜜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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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水蜜桃一样